1941年 中国的抗日战争 正处在一个最艰难的时刻 在没有任何盟国 可以依靠的情况下 中国已经独立抵抗日军 长达四年的时间 七月的一个晚上 几声强响 打破了早庄蒋吉村的宁静 随后林子里出现几个黑影 其中一个受伤 他们敲开了一户村民的门 不知道和村民说了些什么 门被众众的关上了 他们又去敲旁边的一户门 这回连门都没有交开 这样 一连叫了好几户 没有一户人肯让他们进屋 谁呀 半夜三更的 村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进门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是汉奸 日本人 土匪 他们的真实身份 你可能根本就想不到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电影资料 这是1956年出品的抗战经典老电影 铁道游击对动的画面 电影故事说的是 当年在金浦铁路 临早支线上 活跃着这样一支 他们截火车 打银行 回铁路 炸桥梁 与敌尾展开了殊死活动 将插入敌人胸膛的一把钢刀 老百姓非常喜欢 难道说 前面那几个被拒之门外的黑影 会是他们 不可能吧 铁道游击队 可是一支 让老百姓 引以为骄傲的队伍啊 怎么会落魄到这个地步呢 这说来话长 我们还得回到那个年代 七七事变之后不久 日军连续发动了 松户会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 三次大型战役 兵力武器和后勤部队 已经开始搞起了 而这个时候 日军的战线越拉越长 已经深入中国内陆 主要依靠海军部队作战的日军 陷入了被动局面 抗人战争 从此逐渐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只能保证 对我国主要城市军事据点 以及主要交通枢纽的战力 其中一个就是藻庄 1938年5月 日军占领了藻庄 然后在这里驻扎了 一个团的兵力 开始对藻庄的煤炭资源 进行疯狂的开采掠夺 他们还修复了 从藻庄到金浦县的铁路支线 这样藻庄就成了 鲁南日战区的一个重要据点 那么为什么是藻庄呢 藻庄是山东的南大门 煤炭资源非常丰富 同时这里也是日军的重要的物资供应力和集散地 1938年日军占领藻庄之后 就开始对藻庄的煤炭资源 进行疯狂的开采和掠夺 从1938年到1945年 短短的七年时间 日军从藻庄煤矿 开采源煤一千三百多万吨 这些源煤经经浦铁路 龙海铁路 直到连云港 最终被运往日本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稳固的占据藻庄 日军在这里大肆修筑兵营 驻扎军队 还建立了宪兵队 矿井队 捕兵大队 日军不仅疯狂地掠夺资源 而且利用商团 洋行 米面代销点 这样的商业机构 来进行特务活动 照片上我们看到的 就是日军在当地开设的一个洋行 日本人在这些机构里面 安插便衣特务 他们搜集情报 跟踪地下党人 逮捕暗杀抗日军民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苏鲁人民抗日总队决定 派人打入藻庄 建立秘密情报站 那么派谁去呢 熟悉藻庄的人 这样的人有两个 正是这两个人 日后在鲁南地区 建立了一支神出鬼没 让日本人非常头疼的队伍 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人 可能都还记得 这个人就是铁道游击队的队长 刘洪 那么生活中真实的刘洪的原型是谁呢 是这个 洪正海 1910年生 当年28岁 后来当上了铁道游击队队队长 为什么派他去呢 因为他是徒生徒长的早庄人 洪正海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早年生活的艰辛 让他养成了艰衣的性格 有人要欺负他 他一定会坚决唤击 不过 他脸上这道疤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 这儿 可不是跟别人打架落下的 而是在火车上和日本人搏斗的时候 被日本人用为砸的 洪正海的姐夫是火车司机 所以他很早就跟着姐夫学会了开火车 并且能在时速40公里的火车上上下自如 这个本事让他有了很多追随者 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讲到的派来的第二个人 王志胜 就是这位 当年他27岁 后来当上了铁道游击队的副队长 他也是早庄人 王志胜和洪正海是发小 从小就在一起 在早庄捡破烂使梅渣 一起在铁路线上长大 日军侵占早庄之后 他们俩加入了山区的抗日义勇总队 王志胜特别能干 他和洪正海不仅是好朋友 而且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 王志胜一回到早庄 就以搬运工的身份混进了洋行 把情报及时地交给洪正海 洪正海再转交给山区的部队 那时候 日军只要一有增兵或者调动 山区部队很快就能得到情报 及时提前转移 他们俩到了早庄以后 日本人的扫荡就一次一次地普攻 有时候会遭到山区部队的半部呼击 这让日本人非常偷偷 虽说洪正海和王志胜被派到早庄 是来搞情报的 但是一旦有惩罚日本人的机会 他们绝不会放过 很快他们俩就干了一大票 干了什么呢 这是日本人在当地开设的商号 郑泰洋行 为什么提到它呢 因为它被红王二人给盯上了 这里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号 它是日本的特务窝点 这张照片上是郑泰洋行的后门 看上去也就是个普通的小院 一天深夜 洪正海他们偷偷溜进了洋行 他们上去光光光躲了几个日本兵 就在洪正海他们血洗洋行之后 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主力 也开进了鲁南暴毒部山区 他们的到来 极大的改善了山东南部地区的抗日局面 原来在这里活动的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被整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 性质也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部队 一一五师到了鲁南山区 洪正海他们底气更足了 从今往后不光要搞情报 而且还要真刀真枪的和日本人干一场 1939年11月的一天 洪正海找来了六个兄弟 在原来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秘密队伍 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铁道沿线 所以洪正海把它叫早装铁道队 也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铁道游击队 因为当时是在暗斗阶段 隐蔽身份就非常重要了 于是他们开了个探场子做掩护 义和探站名字起得不错 为什么要开探场子呢 两个理由 一他们经销的煤炭不用花钱买 因为都是从日本人的火车上扒下来的 第二探场子需要很多人手 这样就便于集体行动 看来探场子还真是个好主意 探场子不仅开起来了 而且开得相当红红 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 对这个情节是这样表现的 来看一下 义和探场热热闹闹的开业了 洪正海任经理 王志胜任副经理 他们白天忙忙碌碌的做买卖 暗地里大量搜集里人情报 一旦夜幕降临 就把情报送到山里 另一部分人去搞日军的煤炭 有了探场子的掩护 铁道游击队一天一天的壮大了 随着队伍的壮大 他们对日军运输线的打击 也越来越厉害 我们来看一份当时的资料 我手里这份材料 是早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提供的 这是1940年8月7号的大众日报 上面有这样一条消息 标题非常振奋人心 壮举 八路军铁路大队 致毁敌寇火车 副标题是 毕敌警备司令以下念鱼 一线通讯 我八路军某支队所属铁路大队 将敌铁路警备司令以下20余人 全部击毙 活着汉奸34名 缴获各种文件军用品甚多 最后将火车炸毁 厉害啊 化妆上了火车 一次就干掉了警备司令以下20多人 还抓了好几十个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那么铁道游击队当年干这些事的时候 都用的是什么工具 什么武器呢 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都看到过很多 不过那些都是道具 今天我们让大家见识几样 真家伙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早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未来我们这期节目 他们专门派人 把这些食物送到了北京 据说 这些东西都是当年铁道游击队队员 缴获和使用过的真家伙 我们来看看都缴获了些什么东西 这两个是手雷 不一样的日本产的 一块怀表 还有这块军毯 据说是日军的 我们来看看这些破坏工具 这个是撬棍 用来撬铁轨用的 很沉 这个呢 是个夹子 本来是捕猎用的 他们用来放在日本人出没的路上 夹他们的酒 这个是把剪子的一半 他们叫剪子骨 用来干什么呢 撬火车的门 窗 这是两个倒钉 铁道上固定铁轨用的 这是倒钉夹 别看这些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工具 很简单 可在当年 在铁道游戏队的手里 他们都发挥了 意想不到的破坏作用 游戏队敲舍计席 急开得胜 谁曾想事态又出危机 他们在这边 让日本人翻了车 可那边 日本人却在背后 狠狠地捅了他们一道 较量从暗洞转为明征 档案正在揭秘 队员们就经常利用 刚才我们看到那样的工具 在铁路线上和日本人斗 有一次 他们一下就拔掉了 三里多长的铁轨 而且把枕木也拉走了 日军的交通 一下就瘫痪了 于是 不得不 把在山区扫乱的部队 调回来抢袖 这就是日军 脱跪亲户的列车 车上拉的坦克大炮 也全都翻车了 汽车大部分报废 损失严重 他们在这边 让日本人翻了车 可那边 日本人却在背后 狠狠地捅了他们一道 铁道游击队的大本营 让日本人给端了 端了 大本营不是很隐蔽吗 不是日本人聪明 而是汉奸太坏 原来 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队员 被自己的内地出卖了 他自己也被日本人杀害了 还好 其他的队员在群众掩护下撤离了 1940年5月 探厂子开了不到一年时间 就被日军一通乱砸之后 烧毁了 随后 铁道游击队被迫转移到 距离藻庄西北三里路的齐村 可到了齐村 他们已经没有了职业保护 而且也断了经济来源 就这样 他们居屋定所 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了 越是困难 越要上 被逼到这部田地 他们干脆打出了 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 从地下转到了地上 在临早铁路线上 和日军你来我往 展开了新一轮的争斗 1940年 日军第32师团和独立第十旅团 共集结五万日伪军 对一一五师所在地暴独木山区 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 一一五师在阵尾罗容环的指挥下 一面利用地理优势 与日伪军展开周旋 一面指令活动在日军战领区的各地下武装 趁敌方后方空虚 千方百计 扰乱日军等扫荡行动 接到命令后 洪正海率领铁道队立刻行动起来 准备大干一场 这可是他们公开身份后的第一次大的行动 那么这回他们的目标又是谁呢 没错 还是正泰洋行 可是 自从上次洪正海王志胜血洗洋行之后 正泰洋行不仅加强了警备 而且院强也加高了许多 怎么进去呢 这个老太太叫高智杰 是副队长王志胜的妻子 二斤洋行是怎么进去的呢 高智杰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来听一下 从上次说 这三成年 中例一年 被人家妻子 被人家妻子 把脸子造成死 跟肥子挑战 让茬子 把头特 immunity 日本处于爆炸时 品 Cam這種琴 这个外套不是影响 表示 mi 杂折洋行 情况话 刚才 운동的时候 我会趾化 他在地上豚的雷 在田 scraps培化 很短于他斜兴 铁道邮寄队一共杀了洋行里面的13个日本人 外加一个翻一个 一个也没有什么 缴获了长枪短枪一共6支 另外他毕竟还是个洋行 缴获了手表拐表100多支 5月血洗洋行之后 铁道邮寄队又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6月袭击日军押款列车 缴获法币8万余元 8月破坏金浦铁路寒庄断 支持日军运兵列车拓轨 9月拆除早庄的临城铁轨1.5公里 砍断电线杆100多根 使早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事后罗荣环还给铁道队发掘了嘉奖信 嘉奖信的原件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找到了相关的材料 来看一下 这是根据原鲁南铁道大队政委的回应 整理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它 罗荣环司令员给铁南铁道队的嘉奖信 上面有这样的内容 铁南铁道队的指弹员同志们 你们坚持斗争 在兴罗齐步的敌人据点周围 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你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我向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铁道队的一系列袭击 让早荡日军的运输补给受到严重威胁 他们不得不放满了战场上的进攻节奏 把相当一部分力量调回来 整肃后方战领区 1940年9月 铁道游击队俘获了两名日军骑兵 一个叫田村申述 一个叫小山口 左边这个是田村 右边这个是小山口 看出什么问题了吧 嘿嘿嘿 没错 这是日本兵 穿的却是八路的军装 为什么呢 别急 马上就告诉你 这两人刚刚被抓住的时候 相当顽固 坚决不投降 还要自杀 要遇碎 当然了 游击队不会让他们遇碎 后来在铁道队员的感化 帮助教育下 这两人终于转过弯来了 后来还加入了 鲁南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这个田村后来当上了 鲁南支队的支队长 我们这儿有一份大文件 《解放日报》和丁本 这也是早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给我们提供的 来看看里边的内容 这是1943年3月31号的《解放日报》 在第一版上有这么一条消息 荆棘鲁鱼举行日本士兵代表大会 代表多人宣誓参加八路军 这里边就有田村的名字 现在明白为什么他穿着八路军的军装吧 宣誓参军了 后来受鲁南军区的委派 田村后小敞口又回到了铁道游击队 成了铁道游击队的特殊队员 这个片段估计很多人都不陌生了 电影里那个帅气的小伙 弹琵琶的样子 在无数观众脑海里 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手里这个东西可不是道具 它是一件真正的乐器 名字叫柳琴 也就是电影里边说的土琵琶 电影里那个琵琶是有骨弦的 这个是两根弦的 据说当年铁道游击队队员 谈的就是这个琵琶 除了它 还有一个小喇叭 就是唢呐 这些东西现在保存在 早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每次打了胜仗 他们就会弹起这把心爱的土琵琶 吹起唢呐 唱起他们那动人的歌谣 来庆贺一番 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一个外来人的出现 改变了这一切 日后神秘人物的出现 让铁道游击队措手不及 他一上来就先给铁道队 来了一个下马威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又对铁道游击队做了些什么 当然正在揭露 拆铁轨接火车 偷武器打洋行 铁道游击队这一连串的活动 引起了日军高度警觉 他们决定在早中和凌晨 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 来对付铁道游击队 另外还秘密从济南调来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来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中国老话 墨踏之策 其容他人酣水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 这个家伙做了大量的功课 他仔细研究了铁道大队的活动规律 然后根据这些研究结果 采取了几项强硬措施 他这些措施是一招比一招要狠 他一上来就先给铁道队来了一个下马威 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 有这样的情节 来看一下 一到临城 这个人就让铁路警察立下军令状 哪个车站哪条线路出了问题 铁路警察一律要军阀组织 他渐渐也摸性了铁道队员的行动规律 其实很简单 铁道队员都是白天隐蔽夜间行动 野猫子吧 所以才能伸出鬼魂 针对这个特点 他派出特务队跟踪铁道队员 一旦发现队员在哪个村子落脚 就立刻调动部队包围村子 现在他们很难接近铁路线 也就很难行动 可更糟糕的是 他们的后路被断了 连落脚点都没了 这一下铁道游击队队员的处境 一下变得非常尴尬 往后怎么办呢 这个人叫潘福安 早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馆长 他从事铁道游击队的研究 已经有三十多年 搜查的相关文物有一千多件 潘福安对铁道游击队的历史 有深入的研究 关于当年日军派了这个神秘人物 是如何打击铁道游击队的 他是这么说的 为了对付铁道队 日军咱们组织了一只家铁道队 他们穿着咱们铁道游击队 他们同样的服装 都是带着两口薄荷枪 跑到锤里以后呢 瞧老百姓的家里面 只要他就说呢 我说铁道队来了 大家你开门 就说你们是从把路 他把这个老百姓杀起来就散掉 老百姓最后不该开门了 听到这个 总算明白了吧 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 那些铁道队员 就是敲不开老百姓的门 在这样的条件下 别说主动出击打击敌人了 他们就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法保障了 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因为这种情况呢 咱个铁道队进不着蠢子 只能睡在泡标里 回这个树林搞成地了 要求天了 还好过点 出动啊 睡了一下夜的时候 一斗的身上 那个铁道 那个铁道啥啥啥啥就往那掉 那这太冷了 实也冷了怎么办呢 夜来呢 跑到这个村长里头 羊犬牛棚里边 跟着我流过牛棚 到天一梦亮了 咱们就出来了 估计这些铁道队员都快忘了 在床上盖着被子睡觉 是什么感觉了 那么 把他们搞得这么狼狈的人 到底是谁呢 这个人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铁道队员们苦苦地熬了好长一段时间 终于经过艰苦的侦查 揪出了这个神秘人物 费了很大的周遮 他们终于弄清楚了 这个神秘人物叫高岗毛衣 很可惜 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 当然 这没有任何影像资料 刚才我们说了 他是从济南排过来的 没错 他就是济南特高科科的 那么特高科是个什么组织呢 先来了解一下 特高科是日本的间谍机关 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隶属于日本内务省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和远东的需要 日本政府开始在中国占领区的 日本领事馆警察署内 加设特高科 专门负责清华特务活动和谍报活动 很显然 这个高岗 现在就是卢南地区 日本间谍机关的特务头子 来头可真不小啊 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 有一个叫钢村的日本特务 他的原型其实就是高岗 高岗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受过严格的军事化训练 他出生在中国东北 所以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 对中国的风土人情 宗教信仰也非常熟悉 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中国有句老话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对自己的对手熟悉到这样的程度 这种敌人可真是太危险了 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 是2005年 对84岁的老铁道队员 张世音的采访 听一下 高岗这个家伙黑脚王 黑黑 黑怪 他给什么想着 结败这一套地 这家伙还真有一套 据张世音回忆 临城地区 有50多个伪乡长保长 这里边有40多个人 都和高岗拜了把兄弟 他还认了干娘干儿子等等 看来这家伙确实懂得笼络人心 让这些人甘心为他效劳 不过 现在既然已经查出来就是高岗 那么洪正海他们就绝不会放过他 现在他们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除掉高岗 不过 一开始队员们就碰到一个难题 这个高岗长什么样啊 谁也没见过呀 这怎么下手呢 大伙一商量啊 蹲点 先把他给揪出来 找到他 那么 这个点在哪呢 临城火车站 这是高岗上班的地方 队员们经过乔装改办以后 全都埋伏在临城火车站附近 当天晚上 队员刘金山化妆成铁路检修工人 在打骑工人的带领下 悄悄潜入临城火车站 这刘金山 一手拿着信号灯 一手拿着锦修锤 搬成一个锦修工 沿着铁路线 就那么慢慢往前走 一边走 一边 这儿敲敲 那儿敲敲 这一路 他就把高岗筑地附近的情况 摸了个套 什么地形 什么建筑物 警卫情况怎么样 全都看着眼里 记在心里 秦贼秦王生死一线 千军一发时刻 又发生了什么 怎么办 行动是不是就要泡汤了 刺杀行动最终能否成功 当案正在揭秘 早装有这样一支抗日队伍 他们截火车 打洋扛 回铁路 炸桥梁 与敌尾展开了殊死活动 他们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另敌胆寒 然而 就在1941年 他们却面临着重重危机 是谁策划了陷害抗日游击队的阴谋 他们又如何转为为安 最终战胜了敌人 当案为你揭灭 1941 早装生死较量 第二天 刘吉山看到 从车站的侧面走出来几个人 走到前面两个是便衣 后面跟着的是几个核枪实弹的日本兵 这时候 迎面走过来两个穿长袍的中国人 见了这些日本人 对其中一个人笑着说 高岗先生 其中一个人点了点头 作为回应 这一切都被刘吉山看在眼里 就这样 目标锁定了 终于可以行动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列军车突然从北边开过来了 这可完全是个意外 那他们还能够按计划行动吗 我车在临城站停了下来 军车上下来了成群的日本兵 这个时候捧手 那简直就是一卵几时 刘吉山和王志胜 及时躲到了几节空车壁地下 观察东京 几个小时过去了 列车还是没有要开走的意思 王志胜担心 外面接应的队员等不及了 会贸然进站 就用手中的信号灯 通知外围队员 不要进来 就这样 一天过去了 日本兵没有走 第二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走 到了第三天 火车依然在这 怎么办 行动是不是就要泡汤了 没有 到了第三天晚上 机会终于来了 1941年7月13号这天晚上 列车上的日本兵 都进入军营休息了 大家决定趁这个机会 要行动 队员们一共分成四组 洪震海带领一个组 在外围放哨 其余三个组直奔车站 他们越过封锁沟 爬过电网 冲在前面的人 一脚把高岗办公室的门 踹开了 首先进去的是刘金山 他就是刘金山 当年是铁道游击队的队员 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之后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听听刘金山是怎么说的 刘金山就这样干掉了高岗 然后在洪震海他们掩护下 刘金山他们迅速撤了出来 其他的队员也跟着就撤了 然后他们一口气跑出无力之外 这时候才听见身后的凌晨 一片枪声狗叫声 完了 这次行动干净利落 从近战到出战 用了不到15分钟 铁道队员无疑伤亡 痛痛快快地除掉了这个祸害 高岗没有了 那他手下那些靶兄弟们怎么处理呢 来看看一段当时的影响资料 高岗被铁道队员毙了 这事一传开 他先前收买的那些伪乡长保长们 顿时成了惊弓之鸟 他们纷纷向铁道队坦白认罪 表示要痛改前飞 铁道队在鲁南地区的不利局面 逐渐扭转 现在铁道队员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不久部队也得到了补充 可惜呀 没过多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洪正海牺牲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铁道队当年有个小情报员叫郑静伦 前些年采访的时候 他回忆起了这段事情 他打的那比赛都有难过 他一看那个机枪丰富得很厉害 他发觉了以后呢 他带战士的那种把打盖子 短的他结果了以后离死 离死贵准 射击了 他这个枪都打得起 结果 叫郑静伦 一边的部队 打了这些大方 他唱个避陈人 讨厌 再唱过来 哭得很厉害 不管我 都哭啊 洪正海是牺牲了 但是王之胜还在 刘金山还在 郑军龙还在 他的战友还在 铁道游击队还在 刘金山接过了队长的担子 带着大家继续战斗 早港被清除 游击队住过难关 但此时 他们接到一个秘密任务 宫冬队里面 有一个代号为 林浩的首长 要他们绝对保证 他的安全 铁道游击队 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档案正在揭秘 1942年 抗日战争 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在日军的残酷扫荡 风格蚕食下 鲁南山区 根据地被严重压缩 共产党从湖西到鲁南 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 完全被敌人切断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 在维战湖地区活动的 游击部队 开辟出了一条湖上交通线 而铁道游击队 则奉鲁南军区命令 担任护送干部的任务 1942年夏天 正在待命的铁道队 接到了鲁南军区的通知 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 通过金浦铁路 军区还专门叮嘱了 工作队里面有一个代号为 林浩的首长 要他们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这个林浩首长是谁呢 别急 待会儿就知道了 我们先来看看铁道队的护送方案 经过仔细研究 他们把整个护送路程分成两段 具体计划是这样的 第一段 从军区驻地辅阳 到金浦路东 十余里的小北庄 全程进百里 这段路分两天走 主要由山区的部队 教导二旅负责护送 铁道大队副队长王志胜 负责在前面带路 第二段 是从小北庄到微山湖 这一段 由铁道游击队负责 这段路 虽然只有二三十里地 但是 却是铁道大队的 重点警戒路段 因为他要穿过金浦路 而日本人的防守 非常严密 所以通过他 困难重重 林浩首长过了金浦路 再由其他队伍接着 往西护送而去 然而 就在护送队伍 通过这个地段的 一个吊桥的时候 意外 发生了 下面这段录音 是当年铁道队的通讯员 郑军伦的回忆录音 来听一下 我们等到 走着走着走着 妈 一看这个灯光 跳起来了 一路的 是刘金山的叔叔 他有 他眼睛眼睛不好 妈 翻下去了 当时呢 翻下去这个狗很深啊 妈 起起过来 起来在隧道 起来在隧道 还好 算是有惊无险 人也在 妈也在 可是 这事刚一过去 不久又出了新的情况 这回是真的碰上 日本人了 突然 从北面 闪起一道白光 敌人的一辆装甲巡逻车 从明城方向 开了过来 四眼的探照灯光 在他们头上晃来晃去 一艇机枪 在毫无目标的扫射 听到强声 刘金山和王志胜 赶紧让过路人员 退到沙河旁边 卧倒隐蔽 躲开了这阵乱枪 后来 这样的险情 又接二连三出现过好多次 都让队员们躲开了 几天之后 在铁道队的掩护下 林浩首长 终于顺利到达了 机庄附近的金浦铁路东侧 那么 这个林浩首长 到底是谁呢 我们这里找到一份电报 当然是福音件 这是1940年10月3号 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 来看一下 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 亮已收到电报 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 而这次护送的林浩首长 正是去参加七大的 猜到了吧 没错 就是刘少奇 1945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年八月 日本政府宣布 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抗战 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 可是虽然日本政府 已经宣布投降 但是凌晨早庄一带的日军 拒绝向铁道队缴械 并准备坐火车 撤离弩南地区 日军认为 他们不能向铁道游击队投降 因为他们不是正规军 日军的选择应该是 沿金浦铁路南下到徐州 不过这条路 早就被铁道队堵死了 怎么断的路呢 很简单 把铁轨给扒了 跑不了 跑不了就只好坐下来 面对他们多年的老对手 铁道游击队 还记得前面提到那两个日本人吗 开始很顽固 不愿意投降 后来投成了的 没错 田村和小山口 临早的日军是11月30号投降的 在这之前一直是田村和小山口 陪着当时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政替和日军进行谈判 被断了路的日军 在凌晨南边的沙沟 整整被困了三天三夜 最后日军只好向这只穿着便装 和他们周旋了整整七年的铁道游击队 交线投降 日军投降的时候 指挥官把两把指挥刀 上交给了铁道游击队 其中一把收藏在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另一把在这儿 就是这把 如今收藏在 早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 这把刀 依然可以看见上面血迹斑斑 六十多年过去了 刀上的血迹 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这把刀 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 见证 1945年12月1号下午1点 在沙沟车站西面 微山湖东面的一块低洼地上 早庄凌晨的一千多日军 全部向铁道游击队交鞋投降 日军向一支非正规部队缴械投降 在中国抗战史上 这是非常罕见的一次 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 铁道游击队的历史使命 也就完成了 后来它被改编 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参加了解放战争 部队建制一直保留到今天 现驻守在舟山群岛 谈起我心爱的父母 庄碧 随着大宗战士大人的各样 把踪违派的火车 向心臭奔心的渐暖